上次講了蘇梅Risk Carlton 的餐廳 及套房Villa 今次介紹 Resort 入面有何玩 泳池大到怎遊都不會碰到親人 還有個這麼美的收攤 當然要玩水上活動 Stand up Paddle 獨木舟 還有水上單車 這些基本設施 想不走出度假村半步 連沙灘都不下就有得浮潛 你試過沒有? 度假村裏面有個人工珊瑚礁 裡面養了真真正正的珊瑚和珊瑚魚 海水都是由外面泵進去 每三個小時就換一次 好天然、好乾淨 而且最深水的地方 都不會浸過成年人的頭 不懂游泳 都可以安心玩浮潛 帶著度假村提供的浮潛Mask 就可以下水了 嘩!好多魚啊! 玩完浮潛 還是想瘋狂做運動的話 就去打泰拳吧! 度假村裏面的泰拳練習場 不只有沙包那麼簡單 你看看 是有標準比賽的擂台 駐場的教練 認真得來又有少少搞笑 我們都很認真的 你看 都跟你說了 女生不得罪就行了